一些有關邏輯判斷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這一題其實程式已經寫好了 我先利用這個程式來 那如果說我要寫一個判斷年齡的 18歲以下是未成年 18到30是叫做青年 壯年老年的話 那其實程式就在這裡啦 你可以怎樣 將來如果要寫第二支程式的話 請你在SRC上按右鍵 你有一個什麼 你有一個Other 然後一個Module就可以 那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也許你就P2好了 OK好 然後按一個Finish 然後這邊按Cancel Cancel 那程式呢 我先突然 我先把它貼上去 程式就寫完了 當然回去的話 你如果假設 你要先大概知道程式邏輯 你可以貼 然後來Run Run完之後 你就把它刪掉 重新打打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主要就是 如果我現在想要寫一支程式 當我執行它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什麼 請輸入年齡 如果我輸入15歲 Enter的話呢 他會跟我講未成年 誒 程式該未成年 當然還有其他的 如果我今天輸入什麼 輸入70歲的話 Enter 老年 OK 那其實寫法就在這裡 就是這些 所以在雲端上有很多已經有的程式 如果你回去 假如你希望先練習的話 沒關係 你就先把它貼上 然後跑跑看 再來怎樣 自己把它刪掉 重新打過一遍 如果你都可以打得出來 那表示你應該是OK的 未來證照考試 其實就考你這個 考你什麼 完全是空白 它那個題目都是固定的 比如說50題 就這50題 每一類就從裡面抽一題出來考 你看到哪一題 它到時候會給你一個紙本 就是一個題目 然後你就是上期 然後把程式打出來 那個程式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你結果是要符合它要的 就OK 就每個人邏輯不一樣 寫出來程式不一樣 它是允許的 那它會是用什麼 用那個雲端直接去判斷你這個程式 執行的結果是不是對的 OK 所以其實馬上就可以見真章了 我覺得這個方法 不思為一種 這個判斷說你Python 是不是學會的一種方法 OK 那最後的話回去 請各位就是 第一件事 大家就先把環境先建置 在你自己電腦上面 重新再做一次看看 像我們現在亂這環 回去第二件事就是 在這個地方一樣建個專案 建個SRC 然後請你在這裡面 把程式試著再重新複習過 OK 如果可以的話 之後我們再練習就會相當的順暢 OK 應該沒問題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時間也差不多 所以請各位就是 先把那個最後再收個尾吧 然後回去的話記得 如果你要下載東西的話 請你把這個雲端一定要記起來 不然回去 就沒辦法了 雲端的網址也不要記錯 那另外的話我會把今天 上課的影片 也是一樣上傳到YouTube 如果你今天有留E-mail的話 那我會直接寄給你 那之後的話我會建一個不開放的論壇 如果你還是希望每次上課 都可以收到影片的話 那就請自行再加入到那個論壇 那我只要下完課 我的影片上傳 你們就會收到 如果你有些細節沒聽懂 沒辦法回去再慢慢聽好了 不然的話我覺得有些地方 可能就不需要花太多力氣 反正我講過 如果你實在不懂沒關係 你可以回去再聽過 有些東西真的是需要一點時間醞釀的 你第一時間真的還是聽不懂 可能有時候聽個兩三 欸突然通了 動物了 OK 那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因為每個人的那個領悟的程度不一樣 也許你一下子支持還不到話 OK 或者你可能 可能是不是 肉類的食物吃太多了 業障 開玩笑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寫程式 真的肉少吃一些 可能對於轉眼程式會有一些幫助 因為我說 我是這樣想 因為最近好像有蠻多這種報導 都這樣子 因為我先天為什麼我對程式很敏銳 因為我 我是一個素食主義者 OK 我覺得好像有點幫助 提供個參考 那今天先到這裡